轮到中日龙队的进攻 三双虎队再度更换投手 陈明德 今天球队出赛33场 2.19的投手团队 潘安堡第二 各位看到他是四胜四败的 这个投手战绩 那么陈明德是 今年才投校于这个 三双队 做投手 说巧不巧 因为谭信明很喜欢说 左投左打 刚好又碰到陈大宫 好像刻意的 事实上今天赛前 这个谭信明就讲过了 希望所有的投手 都能够上场 这种采取车轮战的方式 可能会让中日龙队的打者 不太容易摸清楚球路 对 同时这个是只有一场的比赛 这个跟他拨一下看看 那么在这次的中日对抗赛里面 四次球队跟中日队比赛赢的球队 可以拿到50万的奖金 输的球队是25万 至于这个打拼要到十一局 打拼的话是40万 所以大家为了奖金还是必须要努力 接下来中日龙队上场是第四棒 我国旅日的大炮陈大峰 上一轮打击得到四块球保送 不过据说中日龙队是没有奖金的 没有不是 没有奖金 但是他们来还是有给他们这个 整个整团的这个 这球打击出去 中间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中外野手黄世民等在那接杀出局 那小时这个陈大峰是大炮 再来看看这个慢动作重播 我们看陈大峰打击时先抬腿 然后再挥棒 对 跟王真志有一点类似 球飞得相当的高 结果黄世民等在那接杀出局 四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一出局接下来上场是第五棒的南谋理 那莫里第一轮上场是打成游击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遭到封杀 这种姓呢 这个很像是琉球的人 事实上他是北九州那边是宫崎县的人 他职棒 业余的时候 打职棒之前打业余九 NTT九州队 在最早的时候叫电电九州 现在改NTT九州队 反击队的这个球员 在去年转到 今年转到这个中日队来 陈明德接连投出了两坏球 球数没有好球两坏球 四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一人出局 南谋理有十年的这个 职棒生涯 这次投输是一个快速的好球 球数一好球两坏球 我们知道陈大峰 最近一直在修正他的打击姿势 可能目前这个姿势 可以打出更远的球 现在球数形成了 一好球三坏球 打者是中日龙队五棒的南谋理 今年一直没有上场 南谋理 打击出去又是中间方向的一个高杯球 右外野手跑过来 是林仲秋 接杀出局 现在看看这个慢动作重播 南谋理这球打击出去 跟刚刚陈大峰 几乎是同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 山上虎队右外野手林仲秋 从右外野一路跑过来 接杀出局 四局上半中日龙队的进攻 两位打者都是高飞球被接杀出局 目前两人出局 上场轮到第六棒 长谷步 长谷步他原来是登记是在普手 那么第一场比赛他是担任一类手 长谷步他今年在一军里面出赛了21场 50个打出有12次安打 在二军的阵容里面他是主将 一军他算是在二军这个队里面 他是最好的一个打击手 两成40的这个打击力 打击出去本里后方的一个界外球 再击好球一次 球术形成两好球 没有坏球 四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两人出局 打者是第六棒长谷步 上一轮打击是打成了二壘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遭到封杀出局 他在高中的时代 向荣高中 是跟现在进铁队的这个 也可以左头也可以右头的进铁 进铁 两个人是头骨的搭档 就是一个本里后方插棒界外 球速仍然是两好球没有坏球 86年甲子元春夏两季 连续都是这个第五棒的这个打者 陈明德在投出 这是一个偏外的下坠坏球 球速形成两好球 一坏球 到目前为止 中日龙队还没有出现安打 三张虎队已经有三只安打 得到一分 陈明德在投出 偏地的坏球 球速形成两好球 两坏球 那么日本职棒的球员 如果说在甲子元 任何 我刚刚特别报了说第五棒 他们也把他列入这个 永远的一个纪录 纪念 所以可以想见得到 能够在高中三年时代 能够进入这个甲子元是不简单 尤其是近代 目前已经有四千多个队 从地方一直要打 打到能够代表地方 地区的四十九个队里面 能够到这个甲子元去 是非常的不简单 而且都是单淘汰赛 在投出 结果长谷步步 已经打了第四个 阪磊后方的界外球 这一棒让这个球损失的不少 接连打了四个 有三个都落到了 看台的外头 只救回了一个 四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两好球 两坏球 两出局 里上没有跑者 陈明德再投出 偏外侧的一个坏球 球数形成两好三坏 满球数 今天陈明德他投球的局势 94又三分之二级 尤其是在十月份 今天让他上来投到 能够达到90局的这个规定 哎 这个球掉到了 回放落空 掉得相当漂亮 结果把长谷步三阵出局 结束了四局上半中日龙队的进攻 目前 三伤虎队仍然是以21比0 再来看看这个慢动作同波 掉了相当漂亮 结果长谷步回棒落空 四局上半 目前仍然是三伤虎队以1比0 打者是第七棒 投手指定打击 秦哲 秦哲三一轮打击是 打成了二壘方向 现在打击出去 中间方向 这个球非常远 右包又圆的一个球 结果是一次全内打 哎呀 秦哲一上场 一回棒就是一个全内打 相当漂亮 是一分 杨春的全内打 是由投手指定打击 秦哲所集出 目前双方已经战争了1比1平手 第一场比赛 刚田全内打 第二场比赛 陈大红全内打 第三场比赛 秦哲全内打 来看看这球 打击出去 球飞得相当的远 朝着中外野方向 一路直飞 中外野手黄世明 一路追着这个球 追到全内打墙 外头站了上去 还是没有用 球已经飞到全内打墙外头了 这是秦哲 今天出现第一支全内打 这台上场是第八棒三本 第一球 坏脚好球 球数一好球 没有坏球 比赛进行到五局上半 目前双方已经战成了1比1平手 中日龙队在我国的三场比赛 每一场都出现过全内打 那么秦哲原来是登记在普首的 今天担任这个指定打者 有五年的这个职棒生涯 但是在一军里面还没有过纪录 都是在二军打 在二军过去五年 有过一支的全内打 球数形成了两好两坏 我们现在在积分板上 也可以看到中日龙队已经有一支的安打 这一支的安打就是全内打也得到一分 再投出打击出去 一类后方的一个界外球 已经飞到球场外头了 球数仍然是两好球两坏球 打者是中日龙队 以八棒三本 三本上一轮打击是 打成游戏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遭到封杀 目前球数两好球两坏球 再投出打击出去 三类方向的一个界外球 球数不变 仍然是两好两坏 伍区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是一比一平手 他在今年才加盟中日队 480万的年薪 在投出打击出去 一类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一类手陈振中 滑了过去 这球露了下来 可以听到现场观众 大叹的一声 相当可惜 不过陈振中也是相当的卖力 球数仍然是两好球两坏球 打着中日龙队八棒三本 三本在去年的这个夏季甲子园 这个有出赛 那么在第一场比赛对平安高中 四个打数没有安打 不过他在高中的这个三年生涯里面有过三支的球 这球打击出去 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右外野手林仲秋等在那接杀出局 三本被接杀出局 五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一人出局 再来看一看这个慢动作重过 投出打击出去 朝右外野方向飞了过去 林仲秋已经等在右外野方向 接杀出局 五局上半中日龙队的进攻 目前一人出局 共战了一分 和山上虎队战成了一比一平手 接下来上场轮到第九棒小森 小森上一轮是得到四坏球保送 这球打击出去三点方向反弹球 结果三点手霍明坤露了一下 再捡起来传一垒封杀出局 虽然露了一下 但是立刻把球捡起来 还是在一垒前把小森给封杀出局 再来看一看这个慢动作重过 相当强劲的一个滚地球 挡到了 霍明坤硬是用身体把它挡了起来 之后把球捡起来快传一垒 在一垒前把小森给封杀出局 五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已经两人出局 接下来上场是轮到第一棒的清水 摆出一个触及短打的姿势 清水今天还没有安打 打第一棒没有安打不行 第一轮是得到三阵 第二轮是打成一垒方向反弹球 遭到封杀 这是第三次上场打击 现在球数是一好球一坏球 前面两场比赛在第一场四个倒数有两次安打 第二场是四个倒数没有安打 同时两场比赛他各被三阵过两次 现在球数形成了两好球一坏球两人出局 五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双方比数战成了一比一平手 打着一棒清水 陈明德这一球再投注 是一个偏打着内侧偏高的坏球 球数形成两好球两坏球 今天他在一局有出赛过十五场 但是带跑比较多 不过在一军的这个道理也只有一次 这球挥棒落空遭到了三阵 这是钟日龙在今天出现的第五次三阵 再来看看这次三阵的慢动作重播 陈明德投注会一棒落空 结束了五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中日龙队靠秦哲的一个全力打得到一分 目前双方赞成了一比一平手